好,我们来讨论一下4.1的这个练习 最主要的这个章小节呢 我们是要考试你会不会懂得分辨哪一个是矿物 哪一个不是矿物 很多人卡在怕分 过后我就再看回那个题目 应该是因为我用复选题的关系 复选题你就要准准 一模一样选准 那几个选项才对 所以那最后会有两题 可能会可能就大家都做不对 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 矿物是什么 矿物是人造的 这个是要选什么呢 人造还是天然 所以人造跟天然 那是选后者的那个天然 对不对 具有还是没有固定的这个结构 应该是具有嘛 所以是前者 还有大部分是固体还是液体 大部分当然是固体啦 所以是前面的 前者 还有的就是 它一定要是五级五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点 所以五级五 所以这四分应该是蛮送分的尸体 所以好像感觉上好像都几乎都有四分以上吧 最少分就好像都是四分 最少分的这个四分 不是很理想 不懂是不是就这四分而已 OK 矿 煤不是矿物 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有 它是有机物 它没有固定的化学性 这个好像不好说 可能好像感觉上有 又好像没有 所以当然最明显的是这个有机物 因为它是有机物的关系 这个就直接的淘汰掉了 好多人就选这个 它是的确是没有晶体的结构啦 好像是没有晶体的结构 没有没有固定的化学性质 这个可能还要上网招 所以这题感觉上不是很好 我可能要去掉这个选项 再来的就是 钻石不是矿物 刚好我有讲到的 金刚石是矿物 但是钻石就不是了 主要是因为它人造 因为它打磨过了才叫钻石 所以你打磨过了 它就是属于人造的 所以这一边呢 我们有提特别的 我在课堂上有特别的提到啦 那这个钻石呢 不是矿物 是因为它是人造的 塑胶不是矿物 主要当然它是低 它是人造的 塑胶是什么呢 塑胶其实是从石油提炼出来的 是石油那边弄出来的 所以第一点它是人造的 第二点呢 石油不是矿物 原因是因为它有 它是有机物 那我相当肯定 它是有这个固定的化学成分的 至于是不是晶体的结构 就不晓得 晶体结构好像 固定的结构是 的确是有 这个晶体的结构好像不太好说 这个可能要等到高中 才能够判断的出来 所以我感觉上我应该要把这个晶体结构也去掉了 很多人就觉得是这个 塑胶它其实是 当然固定的塑胶我们就有写的 像说这个是Polypropene 另外一个是Poly什么 它的 它们的结构呢 都会是固定的 它们结构都是固定的 所以 这个应该不是它的真正原因 真正原因是因为它是人造 还有它是有机物 所以相信是很多人没有圈到这个 所以就弄错了 好 再来哪一个是属于矿物 这个还要勾四个 很多人却了拱啊 虽然我们的课本 我们的那个定义里面呢 是说 它是固体嘛 对不对 但是那个固体哦 你会看到我没有emphasize的 所以它是大部分是固态 但是它不一定要固态 它可以是业态 这个是少数的 就是说 这个拱呢 它是少数业态 它还算是固 它还算是那个矿物的 大部分是固体啦 如果有其中一个是液体 这个是可以接受 所以很多人就勾漏了这个拱了 这个水银的 刚才我讲了 这金属基本上都算的 金属都算的 石油不是因为它是有机物 玻璃不是因为它是人造的 因为它是人造的 然后钻石不是因为它也是人造 所以跟上面的其实也有关系 有关联的 所以上面其实都有提示的 这个纯粹是这个拱我没有 我前面没有提示过啊 所以呢就很多人就勾漏了这个拱了啊 所以为什么呢很多人拿不到八分啊 就是可能勾漏了一个啊 拿不到八分 因为拿到八分就是拿不满十分的 请写出地窍中八种元素 有多到少养归旅铁钙铭纳甲美 啊所以这个是我的口诀了啊 养归旅铁钙铭纳甲美啊 20个的同学呢就几乎都是对的 放的 豆号 OK 所以你们 所以这个是多手放的豆号了 养规律铁盖纳加美 不管你是正确的 你还算正确 养规律铁盖纳 你的纳是纳喊的纳 所以这个字来讲呢 你们打字也好啊 要注意的 每一个字是不是选到正确的字 所以这个同学呢 就是纳喊的 纳而不是 那个金属纳 自然界中不是以单值存在的是什么 我们刚才有讲到的 这个金啊 银啊 还有这个金刚石 这三个是单值的 其余的大部分的都是化合物 尤其是这个硅 这个硅呢 常常就是硅酸盐 或者是二氧化硅的形式 所以它是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的 OK 所以这题呢 主要比较难是在这一个 还有这一个 所以这两题呢 就是陷害了很大部分的人 让大家都拿不到满分的 啊 谢谢大家